那第一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打开Excel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零开始交起 首先请各位打开Excel 打开一个Excel 2013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档案先把它另存 例如说档案 然后这边另存 透过浏览的方式 看您是不是放在 例如说自己的低磁碟机底下都可以 我的习惯是先放在 例如说自己的低磁碟机 这个Excel VBA 今天的 怎么样讲应该是2017-0928 然后呢叫做收集资料 然后切换 然后切换到启用聚集的活页簿 然后点选储存 好我们这样子就是先把这个资料啊 先定义为XLSM 好请你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开一个新的档案 而且把它存成XLSM 对了 不好意思 顺便再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档案 再选项这个地方 好 然后点选什么 这边有一个制定功能区 请把开发人员本来没有打勾哦 请打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就有开发人员了 好 两件事 请你们先动手坐一下 好 好 好